职场如战场,面对大量的竞争者和不断更新的知识与技术,进步也等于原地踏步。 不管你是职场经手还是职场达人,在当下快速变化的世界面前,自我价值不断提升的需求从未如此紧迫过。 这本书就是帮你提升系统学习知识的能力,并提供了12种快速提升方式,打造更硬的个人核心竞争力。 今天,我们重点讲解的三方面内容,分别是,有读的打工者思维,关键绩效缓解和定位弱势环节的有效途径。 一,有读的打工者思维。 你一定听说过员工被解雇后找老板理论的案例,员工说,你凭啥解雇我,我可是有20年从业经验啊,老板回,不,你只有一年, 只不过重复工作了20年而已。 这就是典型的打工者思维。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表明,资产处于前20%的人,他们的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1%, 位于前10%和前5%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 而排在后80%的人几乎没有增长。 这些人虽然掌握了做好一份工作的基本技能, 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认为是在给别人工作。 基本上,各个阶层的雇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想法。 这种思维很短是,会限制人们只考虑现在, 完全不考虑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造成了他们的职场经验数十年如一年。 在一项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 各行业位于前3%的人都把自己当作是自己的老板, 把锁在公司看作是自己的公司。 因此,不管在哪里工作,做什么, 总裁思维确实能帮你摆脱低价值经验累积的陷阱。 究其原因,如果你不打算成为行业顶级, 不打算肩负更大的责任, 一方面在潜意识里,你已经接受了平庸。 另一方面,你的权责范围会越来越小, 直到固定到某个具体岗位。 2.关键绩效缓解 那么,怎么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呢? 如果职场的例子不够清晰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CCTV5。 平常冬奥会上,很多顶级运动员都曾提到, 只有平衡地发展每块肌肉和项目必备的能力, 才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最高水平。 如果把运动当作事业, 它的关键绩效是要求你平衡训练肌肉的耐力、 强度和柔韧性, 增加对身体的控制力和肌肉间的协调性, 并更好地完成动作。 因此,抛开努力二字, 找到岗位的关键绩效环节, 才是让你能脱颖而出的法宝。 研究表明, 想要成为一个领域里的顶尖人物, 通常来讲, 5到7个相关技能是必须掌握的。 虽然你还有其他繁琐的工作, 但它们才能给你高价值经验。 举个销售领域的例子, 因为绝大多数行业都会涉及到, 教授员的7个关键绩效环节分别是, 找到潜在客户, 争取交谈或体验机会, 与客户建立关系, 展现产品和服务的细节, 呈现给客户解决问题的方案, 把控交易环节, 提升复购率和实现客户推荐。 如果你非常擅长这7个步骤, 无论销售什么产品或服务, 都能收获不错的成绩。 可是, 如果你在关键绩效环节里有弱效, 它就会制约你的最终表现, 同时也是你能否突破职场瓶颈, 向前再迈一步的关键。 3.定位弱势环节的有效途径 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弱势环节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析绩效, 因为它和关键绩效环节紧密相连, 还拿销售员举例, 如果你的对接客户数很少, 但承担率和复购率却很高, 这说明, 决定对接客户数据的, 找到潜在客户环节就是你的弱效, 而决定后者的其他六个环节比较突出。 再比如, 你和客户关系都很好, 也能轻松找到潜在客户, 但是复购率却很低, 这说明你在后期维护和客户管理上的办法还很少, 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工作数据, 你就能比较直观地发现自己的弱势环节。 当然, 还有一些因素是数据无法体现的, 比如你对团队的帮助, 对公司的贡献, 如果有条件, 你可以通过做问卷来了解岗位, 了解自己, 让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对你的工作做评估, 包括技术、能力、行为习惯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你能够在他们的建议中找到提升的线索和方法。 如果做问卷实现起来很困难, 你还可以从自己的身体反应找答案, 当工作进入到某一环节时, 你发现自己的专注度开始提升, 甚至精神上还会有点紧张, 这些信号都说明那个环节就是你的弱项。 你还不够熟练, 需要你有针对性的补强。 最终你会发现, 朝着领域里顶尖方向的发展过程, 都是围绕着这些关键绩效环节展开的。 总结一下, 在思想上, 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你是在为别人工作, 而不是在为自己工作, 在意识上, 从模糊到清晰才是提升的第一步。 我们首先要扔掉有毒的打工者思维, 其次找到关键的绩效环节, 最后通过定位, 不断补强弱势环节, 让自己出色的更有底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世界最终会向那些有目标有远见的人让路, 记得给我们点赞鼓励哦!